大叔 晒干提摩西是不是比烘干提摩西好 兔子不吃晒干的 得看哪方面好 兔子草那都是两个维度 一个叫兔子爱吃不爱吃 一个叫兔子吃了以后好不好 这是两个维度 千万不要在一个维度上去比较 好多兔友其实不大懂的 或者说大部分的兔友都是只在 爱吃不爱吃上去论高下 就是兔子只要爱吃 我就觉得这个草是好的 兔子只要不爱吃 我就觉得这个草是不好的 或者甚至说 他就根本就不看兔子 他就只要看到这个草 又嫩又漂亮又绿 又软绿香嫩又香 他就认为这个草就特别好 大叔兔子爱吃 那就这个草就是更好了 错了这都是错误的方法 这就是你们只看到 试口性这一块了 没有看到粗纤维含量 我们说这两个是一个相反值 试口性越好 粗纤维含量越低 这个粗纤维含量越高 它试口性越差 我给你翻译过来 就是它越爱吃的 越嫩的越越原理相比绿的 吃了以后对兔子 越没有什么菜刀的好处 越粗壮的 粗纤维含量越高越粗壮的 反而是越来越败吃 这是两个悄悄板 所以千万不要关注于这一点 你要问说兔子爱吃败吃 那你就是关注的是 它试口性这块 你要说吃了以后对兔子好不好 就是关注它 粗纤维含量这块的 真正对兔子好的话 就是粗纤维含量高的草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